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乐电影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 男子寂寞空虚冷 为了得到女神肉体 讲起催眠后夜夜快活的电影 体现木偶 老王是一名帅气的校园催眠师 每天的任务就是给学生讲讲课 顺便帮一些女学生催眠 解决其内心深处不可言喻的小烦恼 宋哥是老王的同事 也是他最好的基友 这天宋哥告诉老王 他相亲看中了一个女生戎妹 却被老王讽刺成了宋哥是荷尔蒙发作 宋哥在和戎妹约会时 发现戎妹那些深处有不可言喻的小烦恼 于是宋哥求助老王帮忙 老王原本有点不耐烦 可当看见戎妹时 老王被她的容貌和身材所吸引 一番了解后 老王得知了戎妹有多重人格 他告诉宋哥劝她最好离开戎妹 沉浸在爱情里的宋哥 却选择包容 而容妹在制作提现墨偶时 产生幻觉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第二天容妹找到了老王 当老王给容妹催眠时 另一个容妹的人格出现 并用肉体诱惑着老王 幸好老王抵住了诱惑 之后老王带着容妹 来到了一个明亮的地方催眠 容妹却看见自己的前男友 满身是血的倒在地上 随后又看见自己的前男友 干着不可描述的事 这时容妹突然拉着老王 想让老王做点什么 可老王又抵住了诱惑 宋哥和容妹感情发展得很快 他告诉老王 想正式跟容妹表白 然而老王却爱上了容妹的肉体 他抱着朋友妻不可切的精神 终于理智战胜了邪恶 他利用催眠给容妹下了 每周日三点 自动来和老王干不可描述的事 并且完事后 会把一切都忘记的指令 之后的日子里 容妹一直按照老王的指令 每周日三点 准时找老王干不可描述的事 这样的日子直到女学生小春 跟老王表白后改变 老王爱上了小春 并和她发生关系 热恋中的老王开始对容妹产生厌烦 而宋哥也发现了老王和容妹 有着不可告人的事 但他依旧包容容妹 老王为了摆脱容妹的纠缠 他解除了对容妹的催眠 摆脱容妹后 老王立马跟小春求了婚 打算结婚 宋哥也捧着心花 来到容妹家里跟容妹求婚 可容妹拒绝了宋哥的求婚 他被催眠后炼上了老王的体香 在和容哥拉扯时 容妹精神错乱 用小刀把容哥活活插死 后来他来到了老王家 当老王跟着容妹来到容妹家时 看见已死的宋哥他惊呆了 之后老王被容妹弄晕了过去 还被容妹挑断肌肉和筋骨 制作成体现人偶 在爱情的世界里 没有谁是谁的控制者 有的只是另一方自愿的付出 好了 电影到这就说完了 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我哦 这是刘育霍的 是刘育霍的 是刘育霍的